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长寿花 有些花有神问说 它家里的长寿花 网独经常浇水 出现了积水的情况 像这种积水的情况 其实只要把它积水减少到65% 这个湿度的话也是相对的简单的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它这个水分快速的去掉 首先就是准备一块铁丝网 然后把长寿花从花盘里给它拖掉 就是这样轻轻给它拖掉之后 然后把它放正铁丝网的中间位置 为什么这样放呢 这样放的话 让它的水分更加的容易的挥发掉 挥发掉这样大概三天左右 就可以重新把它装回到花盘里了 这样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它会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了 所以就是用这种小方法 就可以把它这个水分的去掉一部分了 这样就不会导致积水的情况了 如果这个长寿花一旦出现积水的话 就是按照刚才的小方法去救济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避免它出现烂根 出现黄叶的情况了 好了 那么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这个长寿花的旁渡出现积水 怎么处理的小方法 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谢谢 谢谢